小米7还是小米MIC2S 小米全面屏心机外形偷跑 已经进入2018年 不少手机厂商都在谋划 新加开年新推荐小米也不例外 之前雷军在美国高通发布会上 亦曾强调小米7将会搭载小龙845处理器 这引来了米粉的防护 到底小米7会是什么样呢 之前有小米曾说 小米7将会采用全面屏造型 到底是哪种形态 它们内部还在上亿当中 如果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成本 首选18比9 不过类似于iPhoneX的异形全面屏 也在其考虑当中 作为行业的老大哥 iPhone的一举一动 直接影响着整个行业的变动 而苹果对于产业链的巨大控制力 能快速催熟相关产业 这也是为什么 不少厂商已经开始考虑 使用异形全面屏的原因了 比如说 华为即将发布的P20 就是采用了6.0英寸的 异形的LCD9 现在网上又流传 现在网上流传出的消息显示 小米内部正在准备一款 代号为北极星的小龙845的旗舰 或许就是小米MIC2S 其最后特点就是配备了 异形全面屏造型 正面点亮屏幕之后 跟iPhone X是十分神似的 同时也将提供人链识别功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